質詞曲 蔡英雄 我覺得聲音本身 是一個非常非常微妙的能量 因為它是可以影響一個人的 心情狀態還有感覺 比方說工地的草达聲 會讓人覺得超級有壓迫感的 森林的樹的風吹過的聲音 或者是天空的鳥叫聲 它是給人一種很放鬆的感覺 所以其實我覺得聲音是一種很特別的元素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會這麼喜歡創作弦樂 我結合了西方的弦樂 然後還有東方的陽晴 因為我想要讓它表現出 我們樂團Apple Ray的風格 因為我們風格其實就是西方結合東方的東西 然後也想要呈現出一種比較莊重跟復古 以這樣的方式呈現給大家 其實我的節奏是有帶一些Dub Step 但是又不是太強烈的 那就是有在那個節奏有做Dub的感覺 就是比較樓中帶崗的感覺 風格上我們大致上就是沒有太大的差別 但是可能因為它那個節奏戰的空間 它其實是會有一些回音 所以那個空間它的音樂所用的節拍啊聲音 就是不要太過於複雜 那我們電子音樂其實有時候鼓也是會很強 但是我們有特別在這個地方 那鼓有稍微收一點 就太複雜的話 其實在那個通道那個空間 其實呈現出來只會更吵雜 對 有去試播幾次就是比較重要的部分 其實你要去 因應它那邊的播放的設備 主要就是音樂完成之後 它的混音處理 跟一般的要發行的音樂 其實它的處理是不一樣的 那可能就是在原本創作完 然後先初步的混音 然後到了現場就是要試播 然後試播之後 我們再去聽聽看它的感覺 哪邊可以調整這樣子 那時候我們其實在那邊 監獄站 自己聽到那個創作 其實我們自己也還蠻感動的 會有一些朋友 就跟我們講說 我們在那個中正紀念堂 然後就怎麼好像有聽到那個音樂 然後好像是你們的風格 就對啊對啊 就覺得很開心 然後他們就是說 覺得在那邊聽到 就是我們的音樂 覺得還蠻surprise 然後也有一種感動的感覺 一開始有這個idea 讓音樂藝術家去呈現那個音樂 然後跟城市去融合 我覺得這個想法真的還蠻棒的 城市裡面有這樣的東西 是非常就是讓一個城市 快來一行 然後又可以有讓藝術家表現的機會 因為我們在2011年的時候 然後在日本東京他們的捷運 就有聽到他們是有音樂的 第一次聽到的時候就覺得超特別的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很希望台灣也有這樣的東西 因為後來就真的有 然後我們還有那個榮幸 就是可以為這個 對對對 這個 棒